开边这喜庆的氛围 貌似已经定下了这个视频的情感基调 是高兴欢愉的 建章这边也总算如愿以偿来迎娶今晚了 大门开了 之间走出来的是今晚爹 这究竟怎么回事 今晚跑哪里去了呢 作为新时代女性标杆 她果然逃婚了 时间来到今晚结婚当天 胡人以及亲戚们都在夸赞着今晚漂亮 好福气 他俩郎才女猫 但是今晚就只关注着当日报纸上写的什么 实际上是关注着四少的消息 哎呀真漂亮 哎呀建章哥哥真是有福气啊 你看我们今晚姐姐又温婉又心潮 简直就是中心合璧的一只奇葩 明香 今天的报纸呢 哎呀报纸有什么好看的 那报纸不就是天天写着打仗吗 不过我听我爸说了 说这次仗马上就要打完了 我倒听说 好像什么成军 吃掉了永新城 小姐姐姐你怎么了 松阳真的发生了三次 小姐姐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这边的报纸呢 这不 你数得在压着呢 成军 会有成军 有心 真的是手了 静王看到消息后 只想一个人静静 真诚地面对着镜子 回想曾经与四少的点点滴滴 也想起了昨天 信之送静王回来的路上 所说的一番话 人生就像小静分叉的花园 有的时候一步的选择 就会注定后面所有的路 你要想清楚 如今我心里透亮透亮的 特别清醒 我知道自己想要是什么 只要你不后悔 那我就放心了 将来会不会后悔 我不知道 不过现在我很清楚 佩玲的世界 是一个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世界 那有凡人仰望的起光流离 咄咄逼人 意义生辉 它彻底搅乱了我的心 在想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之后 今晚鬼使神差地就取下了头饰 迅速地换好了衣服 逃出了自己的家 逃出了这个束缚自己的婚姻 吞向了自己的心心念念的思想 那玉莲猛啊 这很难听到 今天来的客人是纳的 不是 师父 来了 去南城 快 程先生 我想去找四少 你小姐能有这样的勇气 心智佩 但是现在两军战事激烈 交通断绝 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马上就要关城门了 如果我今天不走 恐怕这辈子就没有别的机会了 请你帮帮我 静婉是逃魂跑了 不知情的建章和迎亲队伍前去接亲 于是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这下建章心如死灰 直接都不给静婉爹留任何颜面 撒手而去 来呀 许少爷敲了很久的门了 哎呦 姨姨姨姨太太 你们家可真是 快点快点快点 静长 今晚她不见了 姨姨姨太太 我做了几十年的美 也没遇到这样的荒唐事啊 这也太不像话了 你让我怎么回去跟许家交代呀 建章 建章啊 你别着急 建章 今晚这边在姓姨的帮助下 走上了奔向四少的道路 你这一走 可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我知道 现在正是佩玲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真的没有多想什么 我只知道 用心失守了 成舟危在旦夕 在她最困难的时候 我一定要陪着她 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怕吗 说不害怕是假的 不过我心里更多的是期待 还有欣喜 好像心里那块大石头 终于落地了 今晚这样 不顾一切地奔向四少 后面会幸福地 和四少生活在一起吗 建章被今晚放了这么大一钩子 后面又该何去何从呢 咱们下期再见